如果仔细观察过目前汽车配置和十几年前老车配置的人都会发现 汽车上有一个配置 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改变了它的性质 但是几乎所有的汽车都会配置 这个配置就是汽车的点烟器 也会有人提出疑问 汽车内不让吸烟 为什么却配备了点烟器呢 如果你认为它仅用来点烟那你就错了 在几十年之前汽车还是奢侈品的时候 汽车上面的点烟器确的作用就是为了让尊贵的客人能够随手就拿到点烟器 这也是一件很帅而且很有风度和姿态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样点烟器随着汽车一直发展 并没有被汽车所淘汰 这主要也是为了保证车主在驾驶过程当中的安全性 如果你要在车内抽烟 那么打火机放在车内显然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点烟器应允而生 并且存在了这么多年 而以目前来说 大多数人的车内是不让别人抽烟的 点烟器也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车载USB的接口 要知道 点烟器的主要原理就是使用12V的稳定电压 让金属磁受热 这样就可以点烟了 目前很多汽车的点烟器都被改装成了USB接口 可以给手机充电 可以给导航充电 也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点烟器几乎在汽车发展初期就有 跟随着汽车一起发展一同进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许它已经改变了它的真实用途 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当作一个点烟器来使用了 可是它还在车辆上属于一个重要的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